时代力量在今天透过了决策委员会筹备会议 选出了不分区立委王婉玉接任新任党主席 将在3月1号正式就职 王婉玉提出了四项改革 并强调说2024年是时代力量关键的一年 有关是否可以继续在立法院维持席次 至于总统提名与否 或是支持他党候选人等问题 都会定出清楚的方向 接下来会由于我来担任党主席 同时一起来带领时代力量 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迫选时代力量新任党主席 王婉玉提出四项改革任务 要汲取2022教训 然而在2022的地方选举当中 时代力量的确没有获得民众的青睐 这是民意给我们的警示 时代力量绝对不会因为一次的错办而一决不起 三个月前才辞去决策委员 王婉玉在内的党籍立委 炮口对准时任党主席陈娇华 就是因为九合一选举 实力只获六席议员 比上届倒退实习表现不理想 面对2024在即 23号实力举行决策委员会 预备会议 推举王婉玉接棒陈娇华 3月1号上任任期两年 王婉玉喊话 2024要树立清楚的政党路线 我们从来不是小绿或是小蓝或是白色的力量 我们就是正黄 时代力量的标志就是黄色 你应该尽快来讨论我们2024的策略 包含总统该如何处理 是不是要提名 以及是否要支持他党的候选人 至于新团队是否纳入充满话题的YouTuber 谷阿莫 王婉玉说任何合作形式都欢迎 7年前她是透视爱你的妈妈 从政不到4年 如今成为党务主席 扛起党务重责 要打造实在力量的新气象 谷阿莫与张胜大台报道